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是A 我们的目的是要选择一些适当的这些α 使得A具有最简单的形式 那什么形式最简单呢 那我们最简单的情况啊 就说这个A呢 是一个对角矩阵就最简单了 如果A呢 是这种形式呢 就最简单 那A 我们来看什么时候A就得是个对角形式呢 那我们看这个的意思 那就是说啊 这个Sigmaα1就等于 就Sigmaα1呢 可以用α1到α2分来现行表示的 那么它的这个我这个横着的呢 是这一列的这些系数 那也就是说呢 是λ1α1 然后其他的呢 就都是0了 我不写了 那么Sigmaα2呢 就等于λ2α2 然后呢 大家看其他的一些系数都是0了 那么一直到Sigmaαn 它就等于λn乘上αn 就是这一列的 只剩这一个 其他都是0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 因为α1到αn呢 它是一组机 是一组机的话呢 我们就要求啊 这些α全都不是0 为什么全都不是0呢 那我们看 如果这里边呢 要是有0的话呀 那么这个向量组就成了线性相关的了 我们曾经证明过 一个向量组里边呢 如果有0向量 它就一定是线性相关的 那么因为它是一组机啊 机呢 它得线性无关 所以呢 就矛盾了 于是我们说呢 每个向量都得不等于0 每个向量都不等于0呢 大家看 这个东西不等于0啊 然后呢 我们根据本征值和本征向量的定义 那么就是啊 这些个λ2α都是本征值 而这些个λ2α呢 它全都是本征向量 而且是呢 对应于λ2α的本征向量 那么 于是呢 我们看 如果这个a是个对角矩阵 那么这些α全都是本征向量 那么反过来 如果有一组机α1到αN 如果它们全都是本征向量 全都是本征向量 全都是本征向量的时候呢 那么也就是啊 大家看 这个是本征向量 所以呢 σα1α1就等于λ1α1α1 那α2也是 那这个也对 那这个也对 α1α1也是 这个也对啊 那于是呢 我们来看 σα1α1在这组机下的矩阵 这就是λ1α1 后边全都是0 这个是α2α2的系数 λ2 其他都是0 看 得到的呢 就是对角矩阵 那么于是呢 我们就知道了 Mushroom Sigma sigma 在某一组机 比如是α1α2α2到α2α2α1 在对组机下的矩阵 如果为对角阵 根据刚才我们的分析 我们就知道啊 这个V就有 由Sigma的本征向量 做成的G 那么于是呢 我们来看这个Sigma呢 就说在这组机下的矩阵 为对角矩阵 那么这些东西呢 全都是本征向量 于是我们知道啊 这个A或者说一个Sigma 能够对角化的冲药条件 我们就找啊 找它的一组机 这些机里面的向量呢 全都是本征向量 那么为此呢 我们做一点准备工作 先看 一个结论 若 可C1 可C2 一直到 可C T 是Sigma的 对应于 不同本征向量 这些向量呢 比如我叫的 对应于不同本征值 这些本征值呢 把它记作 Lam的1 Lam的2 一直到Lam的T 就这些东西是对应于 它们的本征向量 好 大家注意呢 这个条件 这个条件呢 一定是要要求啊 这本征值是不同的啊 这些本征值 Lam的1到Lam的T 一定是不同的啊 那么如果他们这些东西分别是对应于不同本征值的本征向量 那么 Lam的1 Lam的2 哦 这些个可C啊 就是线性无关的 简单说 就是对应于不同本征值的本征向量 是线性无关的啊 我们来证明一下啊 我们还是要证明什么呢 就是要证明啊 这个他们的线性组合 如果是零 那么系数呢 都是零 那么我们现在呢 对这个T来归纳 啊 那么首先 我们来看变迹 T等于1的时候啊 这个式子是显然成绿 啊 为什么呢 因为T等于1的时候 这就一个可C1 那么这个可C1呢 因为它是本征向量 所以它不等于0 哎 那我们说过呢 单独一个非零向量 一定是线性无关的啊 所以T等于1的时候显然是对的 啊 那么现在呢 我们看啊 如果Lam的1到Lam的T减1是不同的啊 就是Lam的1到Lam的T减1不同啊 这就是归纳假设 就是可C1 可C2 一直到可C T减1 如果这 前面这些东西 是线性无关的 哎 我们来证明呢 对T的时候呢 结论也成立 那么对T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个来看 我假设A1可C1加上A2可C2 一直加到AT可CT 如果这些东西啊 咱们线性组合等于0 呃 现在呢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证明啊 A1 A2 AT 这些东西全都为0 哎 怎么证明呢 我先来看 我把两边呢 给作用一个Sigma 啊 作用一个Sigma 那就是Sigma A1可C1 加上A2可C2 一直加到AT可CT 就等于0 啊 再然后呢 因为这个Sigma呢 是个线性变换 所以利用线性性 那么这个就是A1 Sigma可C1 加上A2 加上A2 Sigma可C2 一直加到AT Sigma可Ct 等于0 好 另外我们注意啊 这些可C啊 是相对于啊 对应于Lambda的这个半征 下量 所以呢 Sigma可C1 就等于Lambda1 可C1 Sigma可C2 就等于Lambda2 可C2 Sigma可Ct 就等于LambdaT 可Ct 啊 利用本征下量的性质 就是呢 由这个式子 我作用了Sigma以后呢 就得到这个了 那么我们现在呢 再 给它进行另一种计算 就是我把这个式子 两边呢 给乘上一个LambdaT 是个数啊 乘上LambdaT以后呢 我们来看 这个东西 就是A1 LambdaT可C1 加上第二项 是A2 LambdaT可C2 一直加到 A2 LambdaT 可Ct 啊 就乘上 乘上一个LambdaT以后呢 这个式子就变成它了 那么这两个式子呢 我把它做减法 做减法 这个相减 我们得到的是 A1 Lambda1 减去LambdaT 可C1 加上 它减它 是A2 乘上Lambda2 减去LambdaT 可C2 好 我们看加到哪呢 最后一项呢 这都是LambdaT 都是A2 LambdaT 可CT 所以减完是0了 啊 那么剩它的 它的前面一项呢 就是A T减1 这是LambdaT减1 减去LambdaT 乘上 可CT减1 等于0 啊 在前面一项 就这个东西等于0 那这些东西等于0以后呢 那我们根据归纳假设 可C1啊 到可CT减1 是线性无关的 那这些东西是线性无关的 那么它们的线性组合又为0 所以呢 每个系数都为0 那么每个T都等于0了啊 就这个每个系数都为0了啊 那么现在呢 我们看呢 Lambda1到LambdaT呢 我们说它是不同的 这互不相同的 那互不相同的意思啊 那就是Lambda1减LambdaT 那肯定就不等于0 Lambda2减LambdaT也不是0 LambdaT减1减LambdaT呢 也不是0 啊 那么既然这个东西不是0 那只好A1等于0 啊 那么既然这个东西不是0 那只好A2等于0 啊 既然这个东西不是0 那只好AT减1等于0 啊 以身上我们来看 我们就推出来了A1A2到AT减1都是0啊 A1A2到AT减1 就是前面这些东西都是0 前面东西都是0呢 我们看这个式子就剩这一项了 这一项呢 因为可Ct又不为0啊 可的因为它是本正向量 本正向量一定不是0啊 所以可Ct不是0呢 那AT只好等于0啊 所以呢 我们又推出来一个AT等于0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这个线性组合等于0啊 我们推出呢 它的系数前为0 那么也就是说呢 这个可C1到可Ct啊 都是线性无关的 啊 也就是说呢 对应于不同本正值的啊 对于不同本正值的这个本正向量啊 一定是线性无关的 嗯 我们刚才一个定理呢 那说的是把一个呃 把一些呢 对于不同本正值的本正向量放在一块以后呢 是线性无关啊 那么现在呢 我们来再来看 如果我这里边呢 呃 有好多个 不同的 不同的本正值啊 这些个lambda i 都是Sigma的本正值 然后呢 他们就对应的 好多的 这个 可能啊 会有若干个 这个特征向量 本正 本正向量啊 比如呢 我这个叫做可C11 可C12 可C1 啊 R1 这个是叫做可C21 可C22 可C22 R2 啊 这个呢 是可CT1 可CT2 可CTRT 啊 那么对于不同的 这个本正值来说呢 比如说有这么 他们有好多个 这个本正向量 而且呢 这些东西啊 本正向量啊 这 他们还是线性无关的 啊 就是 就就这 单独这一组本身 是线性无关的 啊 单独这一组本身 也是线性无关的 啊 随便 人取一个lambda t 它对应的这些东西呢 都取成是线性无关的 啊 那么我们刚才的定理啊 说的是 如果我要单个放 啊 就是说呢 我这里面随便取一个的话 那么对应于不同特征值 特征限量放在一块呢 线性无关 啊 那么现在呢 如果我有好多个 啊 它对应于每个lambda 都是线性无关的 那我们把它放在一块 会怎么样呢 哎 我们要证明的结论就是 可思一一到可思一二一 可思二一到可思二二二 就是我把这些东西都放在一块啊 可思 t一到可思 t r t 啊 把它都放在一块以后呢 仍然是线性无关的 啊 刚才呢 只是说了一个啊 现在呢 如果多了也没关系啊 啊 这这就是对应一个的 如果多了 放在一块呢 也仍然线性无关 好 我们来看一下呢 这个定理的证明 这个定理证明呢 那么照啊 呃 我们这个证明线性无关的 一般方法 我就是要证明啊 A11可思一一 加上A1R1可思一二一 就是把它们做线性组合了啊 A21可思一二一 一直加到A222可思二二二 然后呢 加到A21可思一二一 加到ATRT可思一PRT等于等于零啊 这些东西等于零 那么我们啊 来证明所有的这个这些系数前为零就行了 它就线性无关了 啊 那么我们现在啊 我们把前面这一堆的啊 就是第一堆 第一堆的线性组合 我把它呢 记作A1 那么第二堆的线性组合 我把它记作A2 最后一堆的线性组合啊 我把它呢 记作是A2T 啊 我这么记一下 这么记一下以后呢 那我们来看看啊 我们能得到什么样的结论 首先一个 我把它记作A2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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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来证明一下呢 说随便给若干个 向量 比如是克西1到 克西S 它是同一个 对应于同一个 本征值 λ的本征向量 如果克西1到克西S 是对应于同一个 本征值的本征向量 那么我们现在来给它 做一个线性组合 另一个ε 等于AE克西1 一直加到 AS克西S 我们来做一个线性组合 那么现在我们要证明 若 是不等于零的 则 Ε 也是S 对应于 也是同一个 本征值 λ的本征向量 那么就是说 对应于同一个 本征值的这些 本征向量呢 我做它的线性组合 这些线性组合啊 只要不是零向量 它就一定是 仍然是 SIGMA的 对应于λ的本征向量 也就是说呢 仍然有 SIGMA Ε 等于λ Ε 仍然有这个式子 我们来看呢 它的证明 那么SIGMA Ε 就是SIGMA SIGMA AE AE C1 一直加到 AS CS 然后利用线性性 它就等于 AE SIGMA C1 一直加到 AS SIGMA CS 然后呢 因为 这些 C 都是对应于 λ的本征向量 所以呢 这个就是 AE 乘上λ的 可C1 一直加到 AS 乘上λ可CS 这步到这步 是利用 SIGMA的线性性 这步到这步 是利用 这个本征向量的定义 然后呢 我把这里边的λ 给它提出来 这就是 AE 可C1 一直加到 AS 可CS 它就等于 λ乘上 看 这个呢 就是AE 就等于λ乘A 等于λ乘A 那么你看 SIGMA A等于λ乘A A又不为0 那么根据定义 那么AE 就是对应于λ的 这个本征向量 AE 是对应于λ的 本征向量 那么也就是说 我有若干的 对应于同一个 λ的本征向量 我把它做线性组合 做线性组合 只要不是0 那它呢 这个 就这个线性组合呢 也一定是本征向量 现在呢 我们来看这里边的东西 我把它呢 这个设成这个以后 我把这前一堆 设成A的1 这个呢 设成A的2 这个设成A的T 那么 如果某一个A的i 若某个A不为0 则 根据刚才的结论 我们就知道 A的i 一定是 Figma的 对应于 λ的i的 本征向量 好 大家看 为什么 比如我们来看 A的1 那么A的1 这里边呢 就这些个向量啊 在这里头呢 它都是λ的1的 这个本征向量 都是它的本征向量呢 那我做了线性组合 如果它不是0 根据刚才我们证明的结论 那这个A的i呢 不就是 对应于λ的i的本征向量了 好 那我们再来看 这个式的 我把它再重新写一下 这个就是 A的1 加上A的2 一直加到A的T 是等于0的 那么 这回啊 说某个λ的i 有某些拉 对不起 某些A的i 如果要不为0 但是就说明啊 这里边呢 有某些 特征 这个 有某些本征向量 有若干个本征向量 那么 若干个本征向量 它的和呢 还是这个0 它的和还是0 那么就说明呢 它们现在已经线性相关了 那么矛盾的就应该出来了 那么比如说 我们来举几个特殊的啊 比如说呢 我这里头有A的1 不是0 如果其他都是0 其他都是0的话呢 那你看 这个A的1 这边是A的1 这边都是0了 这不A的1就等于0了 这就矛盾了 是吧 所以呢 如果呀 要有某个A不为0 那一定不止一个 啊 那么不止一个的话呢 我们来看 它有若干个 比如说是有 A Ata I1 加上Ata I2 一直加到 Ata I 好 我们看 有什么字母没用过啊 这个I S 比如说这里边呢 有S个啊 呃 是不为0的 那么其他都是0的呢 我就不要了 呃 有这么多不为0的 那这些东西啊 它一定是本征向量 而且对应的 那个本征值还不同 对用本征 本征值不同的话呢 那它就应该是 线性 无关的才对呢 啊 我们刚才定理一说的就是 它应该线性无关 可是大家看 这里边呢 因为这没有东西就相当于这有一了 这有一 对不对 啊 那么这有一的话呢 那你看 这不就成了线性相关了吗 啊 这个矛盾呢 就出来了 啊 啊 所以呢 我们就说啊 这里边的 既然有这样的矛盾 那么我们就说呢 所有的8i都得是0 啊 这个有个矛盾出来了 那么所有的8i都是0 那我们来看 一个一个来看 81等于0 81等于0啊 就是这个线性组合为0啊 这个线性组合为0呢 我们看 可贼11到可贼121 就是这个玩意儿 都是线性无关的 啊 他们是线性无关的 线性组合又为0 所以系数为0啊 这一堆的系数为0了 那么8i等于0 就表明了啊 就这一堆线性 这个这个也是线性无关的 哎 那么这一堆的线性组合为0 对第二堆的系数也为0了 哎 同样的道理啊 每堆的系数都是0 那么这个所有的系数都为0啊 所有系数都为0了以后呢 那就说明这些向量呢 现在呢 就变成了线性无关的啊 哎 那么于是呢 结合这两个结论呢 我们知道了啊 就是对应于不同本征值的本征向量 它一定是线性无关 那么呃 如果不是不同的 那我们呢 在取自同一个lambda的时候啊 啊 取自同一个lambda的这些呃 本征向量 如果他们本身就线性无关 啊 那么我们把它呢 堆在一块 堆积在一块以后呢 仍然是线性无关的 嗯 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一个定理啊 如果一个线性变换Sigma 那么这个Sigma呢 在某组机下 它对应的矩阵是A 然后呢 我就找它的特征多项是 FSigmaX 或者呢把它叫做FAX都没有关系 我们来看这个FSigmaX 它就等于 XI-A的行列式 XI-A的行列式 那么XI-A的行列式呢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呢 因为这是一个N次的多项式 是个N次多项式 比如说我这个A是N乘N的 或者说我们这个V是N为的 这个都是等价的 那么XI-A的话呢 它是一个N次多项式 我就把这个N次多项式呢 去在辅数域内啊 给它去分解音式 如果它在 这个东西呢 在辅数范围内 它是如果有N个单根 哦 这个东西应该是在 在我们这个 要求就是F内啊 V是F上的向量空间 如果呢 这个FSigma 在F内呢 是有N个单根 则Sigma就可以对角化 来我们来看 说这个在F内 要有N个单根 是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它可以分解成 因为它N次多项式的 可以进行X-Lam的1 乘上X-Lam的2 一直称到X-Lam的N 这个都是单根 那我们知道呢 对应于啊 Lam的等于Lam的1 对应于这种情况啊 那我们知道呢 这个Lam的1I-A 因为它的行列式啊 一定是等于0的 那么这个行列式呢 要是等于0 那也就表明Lam的1I-A X等于0 就是这个东西啊 一定是有非灵解的 一定有非灵解 它要有非灵解的话呢 我就能够从这里边呢 找到相应的X 找到就是非灵的X 找到非灵的X以后呢 那么我们就有 Sigma 我们能够找到Sigma的 对应于Lam的I的 这个本征向量 比如说呢 我把它叫做RFI 虽然对应Lam的I的 本征向量 我们都能够找得到 它一定存在 于是呢 我们就来看 RF1 RF2 一直到RFN 一直到RFN 到RFN呢 那么这个东西啊 它是对应于Lam的1的 它是对应Lam的1的 本征向量 它呢 是对应于Lam的2的 本征向量 这个呢 是对应于Lam的N的 本征向量 于是呢 因为Lam的1 到Lam的N呢 是不同的 所以呢 RF1到RFN 就是线性无关的 这就这N的向量啊 它是线性无关的 大家注意呢 这一条啊 Lam的1到Lam的N呢 是互不相同的 因为我们说呢 它是单根 都是没有重根 那么于是呢 RF1到RFN 线性无关 然后线性无关了以后啊 那就表明 这个Sigma 就是说 RF1 RF2 一直到RFN 因为线量空间呢 本身是N维的 我已经找到N个 线性无关的了 所以呢 这个东西啊 它就是V的一组机 它是V的机 RF1到RFN是V的机 那么它又是本正向量 它又是V的机 所以呢 那么Sigma 在这组机下的矩阵呢 就是对角矩阵 也就是说Sigma呢 Sigma呢 可以对角化 好 好 现在呢 我们把它呢 这个翻译成啊 这个矩阵的语言啊 我们就把它用矩阵语言的来叙述一下 用矩阵的语言呢 就是说 我这有一个N乘N的矩阵A N乘N的矩阵A 那么现在呢 这个矩阵A 我就把它当作是Sigma 当作是Sigma 在某组机 比如说是BetaE 到BetaN下的 在这组机下的矩阵 当然在这组机下的矩阵以后呢 那我们看 在这组机下的矩阵呢 它是A 那么在这组机下的矩阵呢 它是一个对角矩阵 那么我们还知道啊 这个对角矩阵呢 当然就是啊 Lamda1 Lamda2 一直到LamdaN 我们知道还是这个东西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Sigma 那么RF1啊 就等于Lamda1RF1 那么这个是这个对角矩阵 那么我们来看 在A在这组机下 Sigma在这组机下的矩阵是A Sigma在这组机下的矩阵呢 是这个对角矩阵 那我们知道呢 这个同一个线性变换 在两组机下的 两组机下的这个矩阵呢 它是相似的 于是我们就知道 就存在一个P 也就是它们俩相似啊 存在一个P 使得呢 A就等于T 我们把它写成这个样子啊 使得 T N AT 就等于Lamda1 到LamdaN 这是呢 我们把这个线性变换 直接翻译成矩阵以后呢 就得到这样一个结果啊 这是 关于线性变换 可以对角化的 这么一个结论 这个结论啊 我们再来说一下 就是说呢 它的这个特征多项是 啊 这个特征多项是 如果分解成 N个一次音式的成绩 而且呢 这些音式还是不重的 也就是说啊 这个 F Sigma 它有N个单根的话 有N个单根呢 就一定可以对角化 啊 那么我们现在呢 如果把它说成 这个 矩阵的语言 那就是说 如果A 或者写成XI 减A等于0 如果呢 它有N个单根 则 A就可以对角化 啊 也就是说 存在一个 可逆阵 T 使得 T逆AT 等于一个对角阵 对角阵 这些就是Lan的1 到Lan的N 我们知道呢 这个对角矩阵的 那个对角元素呢 一定是本征值 啊 这是对于矩阵而言的啊 我们有这样一个结论 啊 那么 现在我们说的是啊 如果这个 Lan的I减A 如果有N个单根 它就一定可以对角化 那么现在呢 我们来看 反过来的结论 是不是成立 啊 反之 若一个矩阵A 要是它有N个单根 啊 既然A如果有N个单根的话 那么 哦 对不起 反过来了啊 反过来的就是说 如果A 可以对角化 我们来看看 这个A 是否 B有N个单根 啊 如果这个方向对 这个反过来也对 那当然这个结论呢 是最好的了 不过呢 非常遗憾 往这边这个方向呢 明显是不对的 啊 就是说呢 A可以对角化的话 A不一定非得有N个单根 啊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就是这个 比如说我取一个A等于I 大家看呢 A等于I 它显然可以对角化 啊 因为这个A呢 本身就是个对角矩阵 那我在这边呢 我在A的这边 放上一个I的逆 啊 这边放上一个I 那么因为A就等于I 这I半天 还是I 啊 所以这样的话呢 这个A肯定是可以对角化的 哎 可是呢 这个NA啊 可不没有N个单根 啊 这个A呢 大家看 那么LAM的I 减A 减A的话呢 那个A还是I 所以就等于LAM的I 减I 啊 大家写出来以后就发现呢 这个行列式的值呢 是LAM的减1的N次方 也就是说呢 这个LAM的等于一呢 是它的一个N重根 啊 是它的N重根 所以呢 这个条件啊 就是说有N个单根 则可以对角化的这个条件呢 这个太强了啊 太太强了 呃 它只是一个这个充分 但是不必要的 呃 于是呢 我们就想办法呢 要找它的又充分 又必要的 啊 要找这样的条件 嗯 而要找到重要条件呢 我们现在呢 先来做一点准备工作啊 具体寻找过程呢 我们下期课再来给出 好 我们来看呢 我们现在这个呃 做一点准备工作 做一点什么工作呢 就是这样啊 我现在呢 给一个VLAM的 我来做一个 这个限量空间 它呢 我把它写成是这个东西 啊 就是所有使得 SIGMA可C 等于LAM的可C的 那样的可C 所有这样的可C 就是满足这个条件的 所有满足这个条件的可C 那么满足这个条件的可C呢 哎 那我们看啊 实际上就是说 如果可C呢 要不等于0 就是它 这个对应于LAM的的 所有的本征值 那么我这里边呢 又填上了一个可C等于0啊 就是多了一个可C等于0而已 那么我们把这个东西啊 我们先来验证一下呢 它是 V的子空间 它是V的子空间 为什么说 它是V的子空间 那我们其实只要验证 如果可C ETA 是属于VLAM的 那我们只要能够推出来啊 A可C 加上BETA 也属于VLAM的就行了 啊 我们只要推这个就 就就可以了 那什么时候 A可C 加BETA 就在VLAM的里头呢 那么这件事 实际上呢 说的就是啊 我们 这个红笔写的这个东西 就是SIGMA A可C 加上BETA 就等于LAM的 乘上A可C 加上BETA 啊 你看这样的话呢 A可C加BETA 就满足这个条件 满足这个条件 它就得在这个VLAM的里头 啊 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 那么这个呢 我把啊 大致写一写 我把这边展开 就是A 乘上SIGMA可C 加上B 乘上SIGMAETA 啊 因为这是SIGMA 是线性的 啊 那么因为 可C和ETA 都属于VLAM的 所以呢 SIGMA可C 就是LAM的可C 这就是A LAM的可C 加上B 这个是LAM的ETA 然后呢 我把LAM的 给它提出去就行了 把LAM的提出去以后 就是A可C 加上BETA 啊 那么这样的话呢 它就是一个子空间 那么这个子空间呢 我把它叫做 V的 啊 对应于 LAM的 特征子空间 啊 这个是叫做 呃 V的 对应于LAM的 特征 啊 对应于它的特征子空间 啊 那么对于这个特征子空间来说 啊 那么 如果LAM的是这个本征值 啊 如果LAM的是本征值 那么 这个VLAM的 就不是零 啊 这VLAM的 就不是零 就不是那零空间 它不是那零空间呢 那么就是它的为数呢 大于零的 为数大于零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找到它的一组机 啊 这组机呢 比如说是 R1 到R2 R2 R1到R2 那我们知道呢 在VLAM的 这组机啊 那么 我们知道它这个 SIGMA R1啊 就等于LAM的R1 啊 SIGMA R2呢 就等于LAM的R2 啊 那么SIGMA R2呢 就等于LAM的 乘上R2 R 就说这些系数啊 就全都是LAM的 啊 全都是LAM的 那又怎么样呢 啊 那么我们下节课 接着再来讨论啊 就是说呢 对这个VLAM的 我们能够把 所有的东西都得到LAM的以后 那会给我们一些 什么好的结果啊 我们又能得到什么好的结论啊 我们下节课呢 就再接着来讨论 嗯